全球矚目的黑天鵝們 可以說近日是再次煽動了翅膀 英國倫敦當地時間三日的晚上 是發生了恐怖襲擊 那這也是近三個月以來 英國遭遇的第三次恐襲了 時間發生是在英國大選投票的四天之前 那麼恐襲發生之後 英國兩大戰爭的恐襲 政黨也是就達成了共識 暫停了大選前的競選活動 集中精力來部署反恐的行動 另外美國糟糕的五月非農數據 也是讓美聯儲加息蒙上了陰影 市場就開始對六月加息表示了質疑 而另外一種更加中立的觀點就是說 美聯儲六月份加息不會動搖 但是九月的第三次加息會推遲了 好 今天直播間 我們請到的嘉賓市中投奧洋基金經理 溫剛成先生就財經關注點來進行解析 你好 歡迎您Harris 我們來說這個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 現在說一下在去年 這個英國脫歐公投之前 其實就有一位這個劉歐派的女議員 就受到了槍擊事件的 那之後就當大家覺得說 肯定是這個劉歐板上釘釘了 結果我們又看到卡麥倫下台了 那麼現在我們再來說 在這個大選的四天之前 又發生了這樣一切恐怖襲擊事件 有沒有可能這一次 特里沙梅的競選活動 會為它造成不利 你怎麼看 其實挺複雜的 因為本身就是之前那個保守黨 他們遇了自己那個領先的比較多 因為那個時候明條 他們發現自己有20%的領先度 但現在越來越差勁了 因為英國來說 英格蘭來說 他們大概已經領先了3% 但如果某一些地方 比如說好像威爾斯 或者那個倫敦那些地方 反過來是工黨領先的 所以結果是什麼 到底都沒有人能預測到 然後最新的那個恐怖襲擊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最新的明條數字 到底會不會那些選民會埋怨那個保守黨 因為關鍵是什麼 其實一次又一次的恐怖襲擊 對於那些選民來說 是不會保守黨沒有管好 或者沒有保護好那些英國的那些民眾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他的選票可能流失的比較多的話 變成他的那個國會的那個領導黨 那個地位可能沒有 那變成了那個Tracer May 他的那個首相的位置都可能沒有 那結果是什麼 結果是可能那個工黨炸一次公投 要求留歐 那如果是留歐的話 可能要對英國的經濟方面 有馬上的改變 所以最後結果是什麼 現在充滿著一定的變數 但我自己看來了 其實現在一次又一次的恐怖襲擊 因為上一次剛剛在Manchester 那邊的那個演唱會 剛剛又爆了一個炸彈 然後在之前其實3月份 在那個國會大樓都給人砍了 突然用刀去砍那些老百姓 議員那些都給人砍了 那結果是什麼 結果是 是不是英國太亂了 或者英國太民主 因為上北極下 大家可能對於英國方面 覺得因為他走在反恐之前 所以覺得他受害是應該的 但如果再想想 美國更前 他是那個在中東有這麼多的利益 或者有這麼多的那個 比如說像伊西蘭國 都針對美國 但結果是他們沒有多少的恐怖襲擊 所以變成結果是 如果真是那個保守黨 失去那個國會的領導地位 那Tress May 其實他的那個首相地位 也沒有變成有機會 英國脫歐變牛歐 那個時候對股市方面 可能會比較波動的 其實無論是誰最後當選 其實都會導致這一次這個英國 在整體的全世界來說 它的一個地位 有可能會有所改變 那另外我們來說 就是因為現在很多的經濟學家 其實對於這一次的 這個英國脫歐的事件 會導致對於英國經濟的影響 其實是覺得 並不是非常的樂觀的 那麼有一部分就認為說 如果是硬脫歐的話 有可能會導致在未來的10年 經濟會下跌2.6% 那麼還有一些就認為說 如果最後是可以軟脫歐的話 也會導致經濟下跌1.3% 那您怎麼來看 是不是無論如何都有導致 這個英國經濟下跌的一個風險 下跌應該是很正常的 隨非它最終結果是工黨上台 然後最終留歐 那可能是有一個很180度的那個改變 否則了 因為脫歐了 等於跟歐盟方面的關係 是那個分清界線 那麼那最後結果是什麼 另外歐洲大陸那邊 現在的那個德國 那個穆克爾呼吟 他的那個領導地位 其實也挺強硬的 那如果他對於那個 徐一三位兩個女的那個領導員 去談判的話 我覺得應該 因為他要做給其他別的那些 歐盟國家看 不要隨便脫歐 那變成結果是 他可能會很強硬的 那如果很強硬的話 對英國的那個余裔算盤 肯定是不划算的那個結果 但關鍵是什麼 關鍵是到底會不會真的要硬脫歐 如果硬脫歐的話 我覺得還是那個錢 還是我要往那個 比如說巴黎或者那個 Fanford那邊去走 因為本身就是那些金融那個地區 可能都是相對來說 法律或者做生意的那個前景 可能會比較好 但如果對於那個英鎊 或者英國股市來說 英國股市可能往下走的機會 可能會比較大 那英鎊來說 其實他之前的那些地位 1.2左右的那個地位 其實我覺得短期期內 應該有一點點少的那個力量 但現在講1.28左右附近徘徊了 可能會徘徊一段時間 隨非真實共黨上台了 那可能有機會改變 如果他們再發動一次公投的話 英鎊有機會反彈的 所以那個英國的局勢 是我覺得了變數太多 不容易看透 但看之前特朗普端選也好 英國脫歐的那個選票也好 如果跌的比較多的話 還是值得大家投資者 往低 逢低吸辣的 因為現在全球的錢還是多 三大央行印出來的鈔票 都幾萬四千個億美元 都不知道流出來了 唯一就是如果便宜的東西 他就願意買 願意買的話 就有一個反彈 有一個投資機會 大家投資者可以好好把握的 其實這也是大家 一直非常疑問的一個問題 就是QE了這麼多年 這筆錢究竟去哪裡了 很多經濟學家 也都是沒有辦法解釋 就是這樣一個問題 那剛才你有提到 其實現在這個英國來說 並不像以前 再是一個安全港了 那麼也就究竟最後 誰可以當選這個英國首相的話 我們也是拭目以待 6月8號的最後的結果 但論我們來說 這個美國方面 因為它最新出爐的 這個5月份的非農就業數據 我們看到不如預期 這麼理想和樂觀 有沒有可能會影響到 它的一個加息的步伐 其實加息步伐 影響應該機會不是很大 但關鍵是它的那個 以後那個說表的那個 那個進車方面 會不會慢慢減少一點點 隨費股市真是出現一些大跌 否則我覺得9月份加息的機會 還是相對來說是比較多 其實現在剛剛說的那個 全球印的節目都鈔票 到底那些鈔票在哪了 好多時候那些銀行 其實轉過頭 都是擺到那個中央銀行裡頭 比如說好像美國人儲局 它現在接受那些美國的銀行 放了在它裡頭的全款 有2萬多個億都是美國那些銀行 因為他們沒用 那些錢就放在他們那邊沒用 就是看敲額的那個儲備 所以相對來說如果未來 他們那些央行最希望就是 那些銀行真正正正的 能把那些錢拿出來 去投到實體經濟 那對於那個經濟方面 是肯定有好處 但關鍵是銀行方面 其實現在也挺保守的 因為他們擔心未來的那個 經濟狀況會不會因為 加息也好或者那個歐洲 或者日本方面 停止買債也好 會慢慢慢慢沒有以前 想像的這麼增長這麼快 可能有些緩緩 甚至可能有些倒退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壞賬多了 對於他們影響會比較大 所以現在銀行 還是相對比較保守的 但我自己看來 那些錢是追尋便宜的 那些投機工具 那個是肯定的 所以如果英國脫歐 真是出現了那個什麼黑天鵝 那個還是值得投機者 去逢遞希臘的 那如果對於美國來說 其實美國股市 2400點的那個標準普遍 第二幾數其實也挺 也站得挺穩的 我覺得還是未來 往上走的那個機會 會比較多 再加上了最近看到那個 利息的那個 債賺的利息那個表現 其實現在一直往下跌 就是債賺價格 是往上漲的 到了2016的那個水平 其實一個挺低 挺便宜的那個水平了 那有沒有可能說 到了這個9月份 可能會推遲加息 那麼最後會來一次蘇表 出現了一隻黑天鵝呢 其實我覺得說那個 推遲加息的機會 還是相對來說比較小 因為他們這麼多的 那些聯邦儲備銀行行長 就是那些地區行長 都已經說了 今年要加息三次 所以我覺得三次 應該都機會蠻大的 隨非股市真是 比如說好像剛才 標準普遍指數 回到那個 2200點的那個位置了 它可能會有點猶豫 但不一定停的 然後收表呢 其實收表他們不會快 收表應該會很慢很慢的 進行的 比如說一次可能3000個億 因為其實收表說25000個億 才等於加息一里 所以相對來說 其實收表的那個部分 可能比較慢了 已經足夠去讓那個股市 或者讓那個經濟方面 繼續往上走 關鍵是反而來了 特朗普會不會加快 推那個減稅 或者是那些基建的那個活動 如果真是推那些那個政策方面 對於美股方面更加大的那些契機 可能會在後面來了 好的 謝謝核人士的分析 我們也是稍坐休息 待會兒回來 就可以視聴之後 我們家嗅 在找什麼 政府知名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